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女领导 也是家中不可或缺的一把手 初恋就结婚的老公 对妈妈无比崇拜的女儿 让她对婚姻和家庭有了更多的感悟 一个女人无论是你在单位还是在家 一定要学会给男人以足够的面子和空间 本期节目李佩玉将与您一起分享 玩转职场的秘诀 李总今天我们要跟您聊一聊 女人的幸福的工作和生活 其中最打动我的一点 是您25年就在这一个单位 做了这一份工作 怎么能坚持那么久呢 我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 但是并不是做一份工作 我是做记者 后来做过编辑 做过各个版的编辑 也做过发行部主任 也拉过广告 兼司机 我自己开车 好像我们报社 现在各个行业 除了财务部 技术部 这个门类我没干过 那个时候这个报社很艰苦 我也曾想过找其他一份工作 但是那时候我真实想法是 没有找到一家特别好的单位 我就不随便跳槽 但是因为我没有找到特别好的 当时我心目中的特别好的单位 都是中央级的什么什么什么 等我自己做到一定位置的时候 到了中国经报副总编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责任了 我就不能再离开这家报社了 因为我知道它状况不好 当然现在更是这样了 就是早已就把中国经报 融入我自己的生命之中 我认为尽管它不是我的 但是我把它当成我的一样去工作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一种 就是你自己事业 看到它从弱小长大以后的 你那种欣慰和幸福 对于您来说 无疑特别幸运的 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可能经常会面临跳槽的困惑 那您对这个年轻人跳槽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是特别特别反对 随便跳槽的 我觉得首先你选择职业的时候 你先选择一份适合你的职业 这是很重要 比如我逻辑思维能力不是很强 我更多的是形象思维能力强 所以我会很多的反应比较快 又有一颗悲悯之心 比较善良的这么一性格 然后比较愿意跟别人交流 所以我适合做这个记者 做了这个记者以后呢 因为我适合 我也喜欢这个职业 所以我就在这个职业上 一直做到现在 我就觉得年轻人 首先你选择职业的时候 你先选择一份适合你的职业 然后就踏踏实实地做 很多人就是选择完以后 他做得不好 他不认为是他没有踏实做下去 而他认为是 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 我换一别的行 实际上你换哪个行 都需要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时间 我觉得好多年轻人 还注意点 就是不要太着急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真是他太急了 急着赚钱 急着升职 急着什么成功 急着出名 其实任何成功 他都是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你很快地出名了 或者很快地赚钱了 你觉得是踏实吗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是需要一个坚持 因为作为我们来培训干部 也是给他一个过程 需要他坚持地 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没跳过槽 但是我看到的年轻人跳槽太多了 因为中国经报 我们从创办到现在 很多的人才流动 我说就是胜者为王 我说这胜是胜下的胜 因为中国经报 历史上我非常清醒知道 有无数比我聪明 比我优秀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 所以他们就走了 因为我坚持了 甚至是后来 等我当了总编辑以后 我坚持带领大家 重新改版 又把经贸给做起来了 我认为就是坚持 不要把自己说得太高 如果你认为这平台不好 你也可以去改变它 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我也是因为运气 所以才能把经贸做到今天 我才觉得我实现了自己 但是尽管我这么说 我还认为 其实选择平台不是特别重要 就是你只要喜欢这个行业 这个如果平台特别大 有你什么机会啊 对吧 我们去特别优秀的一份报纸 你想进去 有你什么机会啊 如果这个平台很好 跟你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吗 你与其去选择那种 已经成功的大平台 不如去选择那个高速成长 那个平台 对于年轻人来说 可能会更有机会 对 因为你年轻 你赌得起 不行再说 我们原来也有年轻人 他的直接领导 最近跟他有一些矛盾 哎呀我就不干了 我一直在劝大家 我说 其实你这个直接领导 不定哪天他就不干了呢 你完全没必要 因为一个直接领导的 一个意气用事 来决定你的职业 所以其实我们在职场中 会发现很多人 他总是负面思维 他看什么都难受 就所谓不乐观 在职场中 你很多时候 要面临瓶颈 其实有时候 我说句很不客气的话 所谓面临瓶颈 不一定是你真面临瓶颈 是你心理上总认为 我有瓶颈了 如果你心里不认为 你就觉得永远是坦途 你就往前走就完了 什么瓶颈 不管他瓶口粗细 你长得过去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要在乎 他瓶口有多粗 是瓶还是肚子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自我的 一种感觉 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现实很残酷 慢慢地磨平了我的棱角 让我不再坚持自己的理想 所以对这样的人 你最想对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最想对他们说 这个 你除了要仰望星空以外 你特别特别要脚踏实际 既然你知道现实很残酷 那你首先要学会 怎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你过得更好 或者是活得很好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实现你的理想 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去实现理想 理想从来都不是海市蜃楼 你是不是就要给自己梳理 远期的中期的和近期的目标 我挺不赞成就这种职业规划 或者远期目标的 我觉得一个职场人 就你很难规划 你的远期目标是什么 我工作的时候85年 我那个时候本来学的是纺织专业 想都没有想到 我会到一家报社来 我觉得我能够当一个记者 就已经很崇高的事情了 怎么可能能想到今天 那是做什么梦也想不到的 我现在也是认为 就是实际上 你周围的环境在不断地变化 世界在不断变化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跟很多那个 做人力资源的那些 所谓导师们的观点 肯定不一样 他们都教年轻人 你先做一职业规划 我翻过来说 你太功利了 你觉得你能够做好工作吗 我就看到有些年轻人 来了报社就惦记 我想几号当上这中层 因为他一这样 他肯定会变形 他工作中他会急功近利 他不会全身投入 他会算成本 我这件事情 领导能看到没有 别人能看到没有 这件事情的功绩 是你的还是我的 我什么时候 让我自己的功绩变得更大 一句话叫什么 这个世界谁也不比谁傻十分钟 你太急功近利吧 你的合作肯定就会有形象 我们大家在职场中 反而都喜欢那个 挺专注 挺投入 挺憨厚 挺实在的这样的人 往往这样的人 最后他其实 他还有一定的凝聚力 他反而能成为 部门的一个什么主管 或者是什么 而不是那种 一进来就发现他很精明 天天算得很清楚的这样 所以我自己就认为 人算不如天算 你要想成功 除了你能力 你自己的努力 你周围的环境 你命不好都不行 这是真的 这个话很真实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要再去算计 做一个设计 说我未来要怎么着 我不知道哪位年轻人的设计 二十年前的设计 跟他今天的结果是一致的 但会不会这样 比如说 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要做什么 那我就朝着那个目标去 那跟这个目标 没关系的那个事 我就尽量少做 我就不走弯路 我觉得这是 比如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那我就努力地往这方向做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是 我要做的事情 都不是特高远的 包括现在 我作为中国经贸总编辑 我们开会讨论也都是 讨论第三步 就是怎么干 谁来干 然后计划是什么 哪天开始干 反正我一直信奉 脚踏实地 他们为什么老不成功 是因为他们天天都是想法 总是有想法 但是总不落到实处 天天有主意 所以我就认为 什么事情 是想法是重要 但不是特别重要 我们知道 你经常会跟朋友推荐一本书 叫把信送给加西亚 这本书 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本书呢 这大约是在 七八年前的畅销一本书吧 把信送给加西亚 就讲的是 这个战争期间 要传达一个命令 要送到加西亚 然后中间他们如何 不惜任何代价 最后就把这封信送过去了 实际上讲的就是 我们现在说的执行力 我是很认可执行力的 而且这也是中国经报 我们走到今天 我认为最应该总结的一个 说中国经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好多人问过我 我说就是我们 企业文化中很浓厚的一点 就是执行力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错的 只有结果对错 就是我就看结果 你就只要认真 踏踏实实去做 最后结果总会好的 除非你开始选择那方向 特别特别不靠谱 基本上不会 因为我们一般选择的方向 都不是很远 很高大 都是相对比较靠谱的 而如果我发现 我这方向错了 有的时候我继续走到这了 我也会急速转向 但是做任何事情 对我来讲就是 一定要记住 说到做到 最后用结果来论输赢 我不认为我很聪明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特别聪明 你们都可以去想 我特别希望年轻人你提想法 提完了关键是 我后边还有一句呢 那你就去做 只要做出了你的想法 就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想法和创造力 跟执行力是连着的 如果没有执行力的想法 和创造力 那就是零 没用 你就坐那想吧 天天 那你肯定要有想法 然后再有执行力 当然了有可能 我在我整个团队中 我有一部分人专注想法 还有一部分人专做执行 但是现实中我知道 这样的管理有的时候 不是很好的 因为有想法的人 他会最后埋怨说 我的想法很好 是你们执行不理 对吧 有执行力的人说 你那想法就 我就认为不合适 我就不努力地去做 所以惊爆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 就是谁都可以有想法 谁提想法 谁来做 就是把辛苏尔加西拉也说 我们这社会上 永远有一些失败的聪明人 他们太聪明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老不成功 是因为他们天天都是想法 总是有想法 但是总不落到实处 天天有主意 所以我就认为什么事情 想法是重要 但不是特别重要 我觉得这个想法 现在可以有很多 因为我获取信息的资源都 如果我自己不很聪明 我可以利用别人的想法 我再不聪明 我还可以照搬 对吧 我率先模仿 然后呢 我模仿别人 但是只要我做得比别人好 我最后就能达到 我希望的那个目标 我们选择这个报业 这个职业 这个几百年历史了 怎么做的都知道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 靠我们执行 到年底 我们就拿着去年的那个PPT 对着今年 不光是你完成任务 哪条做到没到 为什么没做到 你可以解释 这个我后来没做 因为我觉得我开始 想法不靠谱 可以 但是你如果这一年中 你有十条 最后你说八条 全不靠谱 那你的问题 就是不靠谱 怎么培养自己的执行力的 你觉得 关键是你心态 就是千万要脚踏实地 就是大家说的很高 比如叫说什么 百折不挠了 什么持之以恒了 这些都是在解释 执行力的时候 但是我说的很现实 就是说说到做到 环境不好了 开始这想法有点问题了 然后领导不支持了 员工不配合了 反正在我们保守 我们都会说的 你别提这些 你干嘛来的 你自己怎么做的 对吧 没人你可以招人 对吧 领导不配合 你找我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每个人 你先别给自己找见口 对于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来说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也许刚开始我们做了一个 恰好就是我们不喜欢的行业 那您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 干一行 爱一行呢 还是爱一行干一行 我还是认为应该是 爱一行干一行 因为你本身确实不喜欢 你很纠结 你的性格也不合适 我们的幸福感 它就不会很强 对我说幸福第一件事 要有事做 这事肯定是你 非常专注 非常爱的这件事 如果你这个事本身 你就不适合 或不喜欢 那你多较劲呢 为什么不找一个自己适合的事 比如这个记者 这个行业 我为什么喜欢 包括我们做总编辑 其实都是这样 就本身这个行业 它首先给我们一个 就是学习的机会 我们每天在采访不同的人 另外呢 这个行业还给我们一个什么呢 就是每天接受新事物 它不是很矮板 不是机械化的 所以这两点决定了 它这个行业本身 比如对我这样的人 就很有吸引力 因为我愿意接受新事物 其实做新闻是您的一个 从最开始的这个理想 但是理想跟现实 有没有这个差距跟冲突的时候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 我觉得职业就是职业 尽管我们爱这份职业 但是我们每一个职业人 都要非常清醒 你职业的过程中 不可能一切的职业方向 都是按你自己的想象 理想去做 因为你是做的是一份职业 你就要有职业的心态 所以做记者这个职业也是 我们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原因 包括做总编辑 我们肯定都得为了维护 我们的职业 我们在很多方面 理想跟现实要结合起来 比如我们要听从 各种各样的指示 按照什么样的新闻规律 甚至新闻的导向去做 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不会很纠结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过程中 你想明白了 你才有机会 这不会影响 你对这个工作的幸福感 我绝对不会 你所谓的理想是什么 对吧 你的理想是我自己要怎么怎么着 但是你知道站在不同的角度 你考虑问题 首先应该建设性的考虑 如果你不是建设性的考虑 你想按你的想法去治理国家 或者去把这个新闻 推向一个什么样的极致 那个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而这个时候 我觉得服从于整个的一个客观环境 你要明白你的位置是什么 你应该做什么 其实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人 比如在现有的新闻环境下 如果你说这种新闻环境 就让你没法施展了 那我说中国这么多年来 我们实际上都是这样 你在这个社会上 你必须要学会 怎么去周旋也好 或者说叫服从也好 在这个环境中生活 那才是人的最大的智慧 如果你连这点情商都没有 你说我按照我自己的想象 我的理想去做 因为我的理想实现不了 我要离开这个职业 我觉得那也就挺可笑的 那就是借口 因为你没有能力周旋一个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你不可能完全按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想象去做什么 你就是美国总统 你也要受助于国会 你也要受助于方方面面 你不可能说你没有任何的政治智慧 你就去做事 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 其实我们在现有的这种环境上 如何成长 如何过来 我认为这是不光是记者 更是一个总编辑的智慧 中国经报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二十多年来 我们能够由 就是任何机会 没有头一分钱走到今天 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做到这么大 这里面充满着 一方面有我们的新闻理想 从事也必须要有方方面面的智慧 要学会妥协 同时坚持自己的理想 其实都不叫妥协 就是叫适应 就是我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发展 我有时候老说 如果说完全按照我们的理想 那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进来了 早就没有我们的空间了 也许正是因为现在这个空间 才成就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营房 刚才跟李总聊了很多 也不知道我们的观众 关于这部分 有没有什么探讨和请教的 可以举手适应 这位女孩子 学机械类的女生 想去音频说记者 对于你们来说 学院我们那种几率有多大 有一定的几率 我现在总认为 大学学的专业不重要 大学只是教给你的学习方法 和培养一些学习的这个 就基本技能 真正在工作中 那是重新来的 所以你们学这专业不重要 你们完全可以 到别的专业 比如包括你们做新闻 这完全可以的 没有必要 所以你不要 就又于自己大学这专业去找工作 那我们的学习 就在学习的学习 所以我们学习的学习